易经的这些创作产品 我们说说简单 有64挂扇子 这个当初有卖那个拉帘的 就折起来叠上很方便学习用 那我们就想这样来开 那不就是扇子吗 也幻想着 让曾老师在每一挂上写上 这个一句话的警示 再加上提上摸保自己的签名 那那时候人为言轻没实现 那只有扇子出来 还有就是64挂扇方 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个面 比如说六面体八面体 十二二十等等 这种才能存在的 所以我们就结合上了 但是这个赚起来就很晕 那我们在想就普通的六面能不能行呢 于是又有新的创建 但是这个没生产出来 迫于资金 我们以后再看吧 那想呢 也都有卖的了 这转来转去很乱的 上下那个字一写就乱了 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把三个面 正常的三接摩方 三个面 我们不让它竖着转 只让它横着转 然后一个面呢 代表两个窑 那刚好这个下来就是六窑 那六窑呢 就分为天地人了 而不分为春夏秋冬 这种四个的 三个乘以二 刚好每一个一共四个面 老阳老阴 受阳受阴 变变变 又是一种新的组合方式 而且对挂礼的 有更进一步的变化的理解 两一生四相 四相上八卦 这个就挺好 以后有机会再生产吧 然后还有这个六十四卦的骰子 那怎么骰子呢 想到这个铜钱啊 都是正反 但是这个骰子 也是 一个骰子是六个面嘛 普通的 不想太复杂的 有八面 但是看起来 上下 就有的时候沾一点边 看不清 正面朝上就是哪一面嘛 还是以这种六为主 那么 就涉及到这个 我们学过六窑的人知道啊 就是一个窑 那代表一个点 代表阳 两个点是阴 那么就拿点来看 也很方便 也很方便 你画横线也行 那变卦呢 就是一个叉 然后 画一个圈呢 就代表阳阳的变卦 叉是老阴 所以这样就构成了 又是一个闪子 就能决定一个窑 那窑六下 很方便 随手装 装下来 那而且 我们考虑到它这个概率问题啊 老阳老阴 变化比较小 所以 只有一个 面是老阳 一个面是老阴 那这样刷起来 那两个烧阳 两个烧阴 一共六个 刚好它的概率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 做这些创作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事情 才对啊 然后 还有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八卦的拼图 弄成这种 推拉式的那种 小放罐小放罐 然后 合图啊 洛书啊 也是像之前一样 但是不会把它 就是好像一个图拆分开 怎么分都行 因为永远是 它这个 就好像九弓飞星 我们知道这个 推来推去的话 它总能 这个图 背景 让它有机结合 让它看起来不乱 不管怎么拼都有道理 都有 没有它的运用 无非就是